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和前总统特朗普3月12日各自锁定2024年总统选举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这意味着如不出意外 两人将再次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对决 据美国多家主流媒体测算和报道 在当天乔治亚、密西西比和华盛顿三州初选中 拜登和特朗普分别在党内胜出 各自累计的所属党派全国代表大会党代表票数已经超过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所需 拜登当天发表声明 对再次让他代表民主党出战表示感谢 他同时炮轰特朗普 称特朗普的怨念和报复活动威胁美国理念 特朗普日前表示拜登才是美国民主的威胁 并就年龄和健康问题攻击拜登 此前多项民调显示 多数美国人不希望看到拜登和特朗普重赛 并对他们的执政能力表示担忧 3月13日晚上到周四 加州南部地区将开始刮起圣安纳阵风 引发危险驾驶条件警告并可能损坏电线 导致停电 美国国家气象局称周三将开始刮风 预计最强的风将于周四出现 届时中等到强烈的圣安纳风将袭击该地区 在圣塔莫尼卡山脉东部休闲区 马里布海岸和圣费尔南多谷 大风监测将于周三深夜生效 并持续到周四下午 预计东北风将达到每小时30至40英里 阵风最高可达每小时60英里 在同一时段圣克拉利塔谷 圣塔莫尼卡山脉西部休闲区 卡拉萨斯圣盖伯山脉 金州高速公路和陵阳谷高速公路走廊也将发布大风检测 这些地区可能会出现时速高达75英里的阵风 天气预报员警告说 破坏性的大风可能会吹倒树木和电线等大型物体 可能导致停电 出行可能会很困难 尤其是对高底盘车辆而言 到周五大风天气应该会大大减弱 随着近海气流的形成 周末的天气将开始变暖 3月13日7时54分 河北省廊坊三河市燕胶一闸机电 发生疑似燃气泄漏引发的暴燃事故 造成7人死亡 27人受伤 现场损失较为严重 据一位目击者称 当时他正在爆炸点十余米外经营一家饭馆 爆炸时他听到一声巨响 然后自家饭店的楼顶被震掉了 当时屋子里还有一名顾客在用餐 我们俩一起跑了下来 该目击者称附近十几家店均受到爆炸影响 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结束 事故原因调查 善后工作和事故现场清理工作仍在进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ssenschaft专门